公車執行通過路口 前方一名穿著藍色衣服的機車騎士 沒發現公車離他越來越近 結果下一秒 機車和公車發生碰撞 乘客在車上嚇著大叫 騎士當時雖然試圖平衡車身 但最後還是摔倒在地 來一騎士騎車時專心盯著前方 沒發現公車靠近 機車疑似與公車車身發生碰撞 騎士重重摔倒 先碰撞到車門 接著往外翻滾好幾圈 騎士當場勝手重傷 雙方的車速並不快 只是雙方的間隔 在公車在超越前車的時候 疑似未保持適當的距離 才發生碰撞 警方表示受傷的騎士 是51歲的黃心男子 因為摔倒時頭部著地 雖然有戴安全帽 但這一撞 還是造成男子的噩魔嚴重出血 緊急被送往附近的 駭軍總醫院急救 現在還處於昏迷的狀態 幸好那個機車騎士 有戴安全帽 否則的話 他的喪失可能會更嚴重 發生擦中的機車倒在現場 騎士的安全帽脫鞋 也因為撞擊力被噴飛 警方調查公車司機 和機車騎士 兩個人久測值都是零 沒有酒駕嫌疑 但到底兩輛車 為何會發生擦撞 警方還要理清 記者吳郭鎮 陳昭虎 高雄報導